最近玩家發現PDR程式會當掉 该怎么办 出现毁灭全王的资料 顺便出现夏季运动会的资料 为什么不给玩家箱子 哈喽大家好我是羽毛 今天来讲一下PDR的东西 PDR的更新不是上一部影片就讲过了吗 是啦不过来讲一点不一样的 国外网友发现在刚更新完PDR时 如果你PDR当掉 在错误资料里会出现这段资料 Dunfist和Summer Games建立失败 这代表什么 代表原本现在PDR的版本中 毁灭全王以及夏季运动会就已经被放在游戏中 只是现在PDR还没被放入全王跟运动会的资料 所以上一部影片的新主画面音乐 应该就是夏季运动会的音乐了 而这些错误资料已经被暴雪给移掉了 各位观众现在去用暴你的PDR也找不到这些错误资料啰 除了即将到来的新英雄跟新活动 接下来要讲的是夏季运动会 有哪些英雄会有新东西呢 以下是根据网友们翻出来的资料来做出的统整 首先有一个新东西的英雄是 闪光 托比昂 莱茵 温斯顿 壁磊 西美塔 长牙塔 元氏 蓝路珠 迪法 跟小美 这一个新东西应该是夏季运动会的新语音 代表他们都没有新造型以及新精彩重播啦 闪光终于没有新东西了 迪法没有永终造型了 有两个新东西的有 死神 慈悲 伴藏 法拉 夺命女 麦卡利 炸弹鼠 扎莉亚 奇溜 露西欧 两个新东西一个就是新语音 另一个就都有可能了 有可能是新造型 有可能是新重播 也有可能是新表情或是生力知识 这里我猜伴藏应该有新重播吧 有三个新东西的有 安娜 安娜应该除了新语音应该有新造型以及生力知识 至于精彩重播应该是不会有吧 暴雪应该知道安娜很难上重播 不会做一个没用的精彩重播吧 有四个新东西的有 亥隐 欧瑞莎 他们两个应该有新造型了 亥隐我猜有两个新造型加一个表情 而欧瑞莎是一个造型 一个表情 一个重播 那因为每次造型都跟活动有关 所以这次的夏季活动一定跟亥隐还有欧瑞莎有关 我猜一定就是躲避球比赛 欧瑞莎丢球 亥隐隐形躲球 以上就是夏季运动会 最后除了挖出夏季运动会的东西 还挖出了Event 8 活动8的资料 不过不像其他活动一样 有活动8东西的英雄有 闪光 伴藏 莱茵 壁磊 新梅塔 元氏 麦卡丽 炸弹鼠 76 迪法 亥隐 都有一个这个活动的东西 它只有一个 所以跟其他活动不太一样 最后讲一下上一部影片讲到的迪法 上一部影片讲到迪法的配音员说 礼拜五会有东西出来 而那个东西应该就是配音员的频道 所上传的影片 影片内容是迪法配音员到斗阵的博物馆玩的情形 有兴趣可以到影片下方去看啰 这次影片就到这边啰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点赞 喜欢 分享出去 给更多朋友 想去收看可以点赞 睡觉 带来订阅 爬出我的直播 不要忘了点铃铛按钮 我是虚猫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啰 拜拜